还是不要讲啊 洋事能消化 洋事能消化 我们首先要介绍的概念 就是GIS的概念 请问用过GIS系统的请举手 湘米 只有湘米 那个秀玲 智光 其他朋友都没有 很好 这样我不会受到太大的挑战 好那个GIS 我们首先要介绍的是GIS 一个最简单的概念 那GIS就是地理资讯系统的简称 那个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 那其实它最主要的组成的部分 就是一张一张的地图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所谓一张一张的地图 它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图层的概念 图层的概念 那我们说的图层的概念 你可以想比较好的想象是什么 比较好的想象是说 这些图都是放在 画在怎么样 这个透明的 我们说透明的投影片上面 那你可以自由自在的 把这些不同的 透明的投影片叠在一起 然后它就会显示出 不同的效果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如果我们把清大人社院 这边的这个地理资讯的地图 那我们依照 每十年 就是有一张地图的话 我们就可以 叠出 人社院一百年的 这个地图 那我们就可以比对 怎么样 人社院里面这些地景的 所谓一些 这个地景的变化 现在很懒 所以都没有做 没有做投影片 有点不太应该 大家的眼睛 应该和我一样不好 赶快临时换个方式 想办法增加 这是我们会上 为什么要用握的原因 可以无限放大 有限 说无限 这样OK吗 这个地理资讯 大概就是 所以这个最重要的概念 就是图层 那现在就是 因为科技的进步 你们就知道 那个俗昏老师 你的儿子的大名是什么 太成 太成 你知道一百年前 你要画一张地图 你怎么画 太成 太难了吗 黄嫩 一百年前你要发张地图 怎么画 黄嫩 实际就走一遍 我说画画 桌影桌影 重要的是桌影 用纸跟笔 很好 就是你就用纸跟笔 上次我们去陈达 举行工作坊的时候 那个谁 陈达历史系的 现在的系主任 这个玉女老师 就拿出他的博士论文 上面就怎么样 地图 然后密密麻麻地点 他说用手点出来 都是他用手点出来 这个是 大概之前我们知道 地图的绘制 其实就是这样 那 现在当然因为 数位科具的关系 我们就可以在 这个 电脑上面自图 那这个GIS的图层 大概有两种 基本上就是两种 一种叫RES的图层 RES的图层 其实就是我们说的 网格图 就我们虽然 看到现在是看到 好像比如说 我们如果现在看 荧幕的话 好像是平顺 非常 就是说 比如说那个C 它有一个漂亮的弯度 可是你一直把那个C 无限的晃大 因为我们知道 荧幕事实上是怎么样 是一点一点所形成的 所以这个荧幕的背后 其实是怎么样 其实是一个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格子状 这个叫做RES的图层 那RES的图层就是 它可以做怎么样 很细致的控制 因为它等于是怎么样 你可以直接去控制每一个点 所以就说 这个点里面 有它高度的资讯 有它颜色的资讯 等等等等 你就可以设置 那另外一种就是向量图层 那向量图层就等于是用数字计算 所形成的 所以向量图层的时候 你无限晃大 它的那个形状基本上 比较可以保持原来的样子 就是你晃大100倍 和你缩小100倍 你视觉上看到的是 几乎是一样的 可是RES的图层 因为我们知道它背后是格状的 所以这格状如果无限被晃大的话 就会失去怎么样 比如说我们说它的弯曲度的平滑 就会不一样 这是两个图层 那这个大概是一个大致的概念 那我们现在很多就是说电脑绘图 其实应该都是向量图层 那图层的概念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既然它是一层一层的 那就要记住 就一件事就怎么样 当你跌图的时候 原来下面的图层的资讯 或是显现 就会被上面图层所影响 比如说现在大家看到了这个Google Earth的这个荧幕 那它的底层 就是说我们Google Earth的底层其实就是怎么样 就是地球的地图 这个其实就是它的底层 那在这个底层上面呢 比如说我这边用了这个清华大协到兰纳泰士餐厅的路径 可是它找不到新竹的 它直接找它就找到桃园的 所以你看它就画出它的路线 然后给你两个路线的选择 那在这个例子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底图就是怎么样 就是Google Earth 就是Google地球 那第二层上面的一个图层呢 就是两条路线 所以这个就我们稍微说一下 就是这图层的概念要注意 因为就是说如果你把底图层 移到这个轨迹图层上面 那有可能你就会看不到这个轨迹图层 可是这样这个图层是在那边的 比如说你就可以看到 这就Google Earth的地方 好玩的地方 我有一些图层在这里 那当然这些图层的位置怎么样 和这个轨迹图不是重叠的 所以它们就不会相互影响 可是我如果一敲的话 你可以看到它就马上带我到 这个我从网路上搜集的 其实不是网路上搜集的 就地球图库里面的战国的图层 那你就可以看到 就可以看到这个图层的一些资讯 好这个大概是图层的概念 所以图层的概念主要就是说 要注意它这个层次的问题 这个如果在这个讲解的这个中途 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一起讨论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先 就要开始进入那个Excel to Earth 那就图层来讲的话 好就大家如果看Google Earth的话 那大家想一想 就是中小学教育自己所受的教育 然后应该 有没有人知道就说 如果是这个图层的话 它的基本单位是什么 一个图层的基本单位是什么 或是一个平面的 基本组成的单位是什么 一个平面 是我应该 点还有呢 线还有呢 面 很好 我们都要回去复习中小学的教育 所以大家知道一张地图 它其实很简单的 它的组成单位就只有三种 点 线 面 那我们知道点理论上是没有面积的 点只是一个位置 那线呢 就是由点所连接的 那面呢 就是由线 所连接的 所以这三个呢 其实就是地图的怎么样 基本单位 那这些基本单位呢 我们在那个Excel to Earth呢 也等一下就看到 基本上就以这三种单位 然后配合上其他的要素 然后就会形成 现在目前 那个邓志冲老师是说有十种图层 就除了基本的点线面 你可以把点 配合照片 然后 你可以把 线 加上时间 线就是说 它就是说 你可以想象成是很多线段 的结合 那这样就是比如说 我们刚才展示的 那个从清华大学到桃园的南纳泰式餐厅的一个轨迹 事实上就是很多线段的一个连结 那再来面 比如说新竹市的面积 那新竹市 有香山区 东区 北区 这个就是有一些面积 那大概就是 这三种基本单位 可是这三种基本单位 它可以有种种变形 所以总共呢 会有 这个十种 没事 OK 基本上呢 就是会有十种涂层 那这个 要看到这些涂层的后面呢 这有一个基本的档案 那这个基本的档案 其实就是 程式码的所在的地方 大家在安装的时候 也许没有意识到 那这因为这个是邓之中老师 慢慢在发展的 所以他本来是把这个 他的示范的档案 就放在这个程式码的档案 可是后来 他其实慢慢把它分开 那这个 就大家如果已经安装好了 就请大家去看一下 这个地图计算的 这个档案 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做 这个地图计算的档案 这等一下示范的照片 好像有一些事 基本上是在 你安装的Excel档里面 你的理论上安装 有一个资料夹叫Excel 那把这个Excel的档打开 就可以看到里面 就在Excel的这个资料夹里面 就有一个档案叫地图计算 请大家找到这个地图计算的档案 没有没有地图计算地图计算 在Excel的资料夹里面 好 那个言和真理 请你们 如果有问题的话 请随时举手 我们安排了两位助教 你也可以问 好打开以后呢 他我们Excel 请问没有用过Excel的朋友 请举手 Excel的组成 就是里面它有很多张的试算表 那这么多张的试算表里面呢 有一张叫使用须知 就请大家到那个使用须知 打开就点到那个使用须知的这个试算表 黄章你可以坐在真理旁边啊 有没有 大家看到了吗 如果看到了 大家就可以怎么样 现在读一读 然后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 读完以后呢 我们就要问 诶 汉翔我以为你用过Excel ok 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读一读 然后读完以后 我们基本上要问大家读到了什么 这样子 这张表里面 其实解释的 就是说 为了使用这个邓老师的这个程式码 我们必须把一张试算表准备成什么样子 那这个使用须知里面基本上讲的就是这些这个基本概念 那这些基本概念基本上是以怎么样 Excel 试算表里面的栏位名称来显现的 也就是说 当你在准备这个试算表 以便使用这个邓志松老师好用的这个程式码 这个程式码基本上 我们就可以叫他怎么样 一点通 一点通 一点就通 就是很神奇的东西 一点通 可是 可是 为了要 做成这个 一点通 那你必须要知道它的格式 那这里面 基本上 就是它的格式 各位如果拉到后面的话 就可以看到 它有解释 各种图层的必要栏位 与 选择性栏位 大家看不到是不是 看不到就把它再晃到 24 就是各种图层的必要栏位 与选择性栏位 那我们就先跑一个小小的例子 以引起大家的兴趣 免得大家睡着了 比如说 你看 我们准备的表格是这样子 就是台北市的麦当劳 大概是有哪些 准备好了以后呢 一点通 就是在我们安装程式的第一个 第一个叫做 基因绘图 那我们就要打 点了基因绘图 点了基因绘图 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解释 结果我们画一个点图层的话 它有各式各样的选项 那我们就先 先什么都不动 然后就打进去 一点 然后问说要不要启动Google 20 就说OK 叮 应该做一点音效 好 那我们一下子又怎么样 看出这个台北市的麦当劳店的地理婚部 泰城 是不是泰城 如果你是麦当劳公司的总老板 这个图对你来讲有什么用 应该是说如果他是很爱吃麦当劳的就超有用的 好 诗愿 如果你是麦当劳老板这个图有什么用 所以小人家大肯定店在哪里 很好 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就基本上可以看你的密度 那这个就会很有用 怎么样你可以再加上人口的这个昏布 就是说你可以加上人口的数量 你就可以分析就是说你一个店大概开在哪里 会比较不会怎么样造成麦当劳 两间麦当劳彼此的竞争 然后极大化你的收益 这个就是我们使用GIS的目的 听起来好像很商业 可是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台北市政府 你说下一个公共空间要设在哪里 那就是类似的概念 你就要知道 就是说你现在哪一个地方最需要公园 哪一个地方的时候人口密集 可是缺乏公共空间 那这个其实就是GIS在我们会人史学科的 它一个很重要的用途 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 它就可以把我们很多想要知道的东西怎么样 视觉化 那视觉化以后我们就可以有 就说观察同样资料的不同角度 比如说 你可以看到它有可以用Buff 我们再做一个简单的示范 输入 然后我们再叫它绘图 那因为我们叫它 它还在跑吗 还是它不跑 好像不跑 哦 有Buff Buff 这张图大家看到 有没有和前一张图有什么不一样 有白色的 所以这白色的就是说 就是这是一个简单的示范 因为我们只是刚才很固定的跟它说 把怎么样 方圆一公里面的地方也圈起来 就是说它可能的这个影响的程度 那其实的话 就是这就是一个变数 那这个变数其实可以调整 所以你就可以说 于地理的位置 于它的高度 于人口密集度 然后你决定怎么样说话这个Buff 所以再回到我们的Excel的表 那大家就知道这个很有用 那这个也就是刚才 那个我们说的使用须字里面 它有一些必要的栏位 它有一些选择性的栏位 那像我们刚才说的Buff 它就可以是一个怎么样 你放在后面的话 你看你现在就Buff 这就是一个选择性的栏位 它都把它定成00000 那你其实可以借由其他试算表的计算 然后让这个Buff 怎么样客制化 所以在这个不同地区的这个麦当劳 它的范围 比如说人口稀少的地方 你就可以定义就是说 它这个Buff的范围要大一点 因为可能人口稀少的地方 本来就比较不值得投资 或是就是大家对麦当劳的需求 有一定的比例 那你就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 去进行计算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就是很神奇的事 这就是我们说的 你从一个非常数量化的表格 一下子就可以跳到Google 20 这样怎么样 非常视觉化的呈现 而且这个视觉化的呈现 是我们很多时候单单从这个看的四算 这个四算表的表格 就感觉不出来了 即使我们知道说 这个2比1大 这个3比1大 可是这个大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就我们的感官上面来讲 其实不是那么直觉的 那透过地图 那我们就把这些资讯 和怎样地理资讯 就做一个结合 就很快的可以看出一个东西 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就是Excel图Google 20的 最主要的功能 如果有问题的话 就请大家随时提问 那我们下面要说的 就是说 这个Google 20的栏位说明 我们在这里 就是不会详细的说明 那只是简单的说一下 那就是说 再说一下 以前当然就是 大家可能要对Excel 试算表有一个大略的这个概念 就它是由栏位所组成 那就它的直行 是每一个栏位 比如说我们刚才那个麦当劳的 用我们刚才那个麦当劳的例子 做例子来说明 那它基本上 基本上就有五个栏位 Poly, Label,坐标,内圈, Buffer 那这个就是栏位 有五个栏位 那每一列呢 我们就说是一笔资料 所以你就知道 每一列基本上就是一个 麦当劳的位置的标示 那安装大家大概没有问题 那个圆恒请你 对,帮看一下 那刚刚进来的那位朋友 如果他有什么问题的话 就请你帮他先解决一下 好,那在这个使用须致的说明 大家可以回去仔细的看一下 那我们这边就稍微的说一下 这个必要栏位和选择性栏位 还有其实有一个叫助记栏位 那他在这边没有讲 那助记栏位 就是我们等于多余的说明 那其实也很重要 好,汉墙什么是必要栏位啊 很好 这个就是必要栏位的基本的概念 比如说我们说一个点 一个点的必要栏位是什么 第一个要有一个point 那这个point如果我们回到这个 回到那个excel的表格的话 它怎么变成poly的 因为有画那个有画buffer 找一个point 就回到一个point的图层的话 那它其实是怎么样 它这个point的栏位值 其实就是一个序号 就是你要让给每一个点 不一样的序号 那这个序号不必有规则 没关系 可是它必须要有一个序号 就是它内建上 可以作为区别 一个点和另外一个点的不一样 所以这个就是点的怎么样 必要栏位 好,那我们看这个点的必要栏位 地名或经纬度 所以它的必要栏位后面呢 可以有两个选项 一个选项是地名 另外一个选项是经纬度 比如说我们看到的麦当劳 这个不是麦当劳 这个麦当劳已经经过改造了 这个麦当劳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怎么样 它后面是给它经纬纬度 好,那问题就来了 那label是什么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使用须知 必要栏位只有point地名或 它这个其实写的不好 我之后会建议它改 它其实就只要point 就是一个点的序号 一个地名 或是一个点的序号 这个或经纬度 这个是必要栏位 那label在这里呢 其实就叫做这个注记栏位 只要是在这个必要栏位 左边的都是注记栏位 那注记栏位就是说 有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个注记栏位 叫它显现出怎么样 那个点的名称 或是那个点的地址 那这个可是它事实上就在图的要素上面 是不必然需要的 因为你可以视觉化标准它的点 可是你就说这个点 你可以说这个点就叫3125 那如果你需要多一点的注记 将来保持更多的可能性 那你就可以在必要栏位的左边 你就可以加很多的注记栏位 比如说 我可以插入一个 然后这个要什么 评测爱不爱 那你就可以说1010给它一个词 这家麦当劳电脑 如果我是一个麦当劳的检查员 那就可以检查说 这是麦当劳几格或不几格 你就可以加注记 那注记就是说 我们就知道在Excel里面 它的表格的使用非常灵活 所以你这个有了注记以后 你将来就可以有很多的可能性 那你也可以 到这边OK吗 所以这就是注记栏位的功能 那注记栏位你可以加很多 可是你就要记住的原则就是怎么样 如果你在必要栏位的左边 加了栏位的话 这个就叫注记栏位 所以就像我们这边 那必要栏位的第一栏 一定是要point 这是另外一个 结果它的规定 就是说 第一个必要栏位 基本上都是序号 就是你要指定 你这个图层 是什么样性质的图层 然后你这个后面就要有必要栏位 那在第一栏的这个指示图层 和后面的两个必要栏位之间 就都是我们所谓的注记栏位 那你可以看我们可以 已经加了这样 我们还是可以叫它怎么样 来显示 那我们就用选择 然后使用我们的注记栏位 就是怎么样 显示标题名称 那标题名称虽然是一个注记栏位 不过在程式里面 它给它一个固定的栏位名称 就是label 所以你如果显示标题名称的话 它就会去找label 那你也可以用中文 你就写标题 然后它就会去找 这个注记栏位的位置 就叫它在跑 嗯 走了 程式开太多了 好 赶快把程式都关掉 它跑很慢 还没跑出来 哦 这个 因为我们是重复制图 所以有时候你就 这个也是一个要注意的 有时候你 重复跑一张试算表 它就会问你说 要不要盖掉原来的 然后你就说盖掉原来的 然后它就会重新绘图 那你可以看到它就把怎么样label 你的标题里面的资料 基本上是你的注记栏位的资料都显现出来 那如果看我们等一下会稍微介绍一下Google Earth的话 那你就可以看到这后面旁边它的这个资料 好 所以这里面就是示范一下 就是说大家怎么样去了解 那个 这个使用须知这张表 了解了这张表 你们就可以掌握怎么样 如果你要使用Excel To Earth的话 那你怎么样准备你的试算表 所以接下来就是选择性栏位 那选择性栏位你看它其实也是怎么样 有它就是说理论上这些就叫做内建栏位 就是必要栏位和选择性栏位都是这个程式码里面的内建栏位 也就是说这些栏位的栏位名 栏位名称是给定的 你不能说我要给它一个选择性栏位 然后你叫它什么时间一 如果你把时间起叫做时间一的话 这个程式就会抓不到这个栏位 所以你可以有选择性栏位 那选择性栏位有些就是来鼓住 这个前面的这些必要栏位 有时候是为了呈现 鼓住的意思就是说 比如说如果你给一个点 一个开始的时间 一个结束的时间 那Google Earth上面就会跑出一个时间轴来 那你就可以拉这个时间轴 然后它就会随着这个时间轴的条件 显现这个点或是不显现这个点 这样OK吗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的是说 比如说我现在有宋代考上近视人的这个资料 然后我就把这些资料全部 会成一张试算表 然后就以他们的生竹年来显现 那你就可以看到当你这样拉这个时间轴 那地球Google Earth这个时间轴也可以怎样自动播放 然后你就可以很快的得到一个印象 就是说宋代的近视人数的地理分布到底有什么样的变化 你可以叫它设定成四分钟 它要跑四分钟 或者你设定它跑成三分钟 那这个就会变成不管我们在教学上 或是研究上就是一个很方便的工具 OK 那选择性栏位呢 就多是在必要性栏位的这个右边 比如说我们刚刚加了一个buffer 它就自己做了一个表 那这个表其实它就先都把它设成0000 然后它就会从一个点涂层 变成一个怎么样 点涂层变成一个poly poly就是面涂层 它就会变成一个面涂层 我们看一下它有没有 好我们可以来跑一个 跑一个 这个里面其实邓老师提供了很多的幻例 那这个我们刚才讲过了 它的幻例其实是和那个分开的 可以和程式嘛分开 然后有一些是重叠的 那我们就跑一个幻例给大家看 那基本上简单来讲 这些选择性的栏位 就让我们怎么样 在必要栏位之外 可以做一些变化 比如说点涂层是怎么样 它的一个变化你可以看到它后面可以有这么多怎么样 虽然前面是写picture就是照片的意思或是图片的意思 可是图片的这个东西其实是点涂层的一个变化 那所谓的变化就是后面加了很多怎么样 很多的其他的选择性的栏位 那加了选择性栏位它就变成一个 用这个邓老师的话来讲它就变成一个图说图层 就是照片还有加上说明的图层 然后我们可以跑这个来看 这个应该是这个孙文先生的纪念馆吧 所以跑出来了你看 我们把那个图层找到 这个就说你看我一直没有把之前跑的这个换例关掉 就把那个图层留在那边 上来上来上来 那我们可以把它缩起来 那这个就说图层的概念 基本上我们这边怎么样 已经有好几个图层 可是因为这个图层 它位置可能不相重叠 所以你不会感觉到重叠 那你就在这边有一个打钩 这个就叫开关 我们可以把其他的图层灌掉 就只显示现我们刚才的这个孙中山的图层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孙中山的图层 其实是怎么样 散步在这里 那我们要看一个东西的话 我们就点进去 再点进去Google Earth 那你就知道在这个地方 大概有好几张照片 怎么 那我让我点 点一下 好 这个是同一个点上面 你可以看到同一个点上面 它有 好照片没有出来 那我因为这个是应该是连接到 那个邓老师的网路上的这个资料夹 不过基本上你可以看到概念是这样的 等一下我们会实做这个 就是说怎么样做一个照片图层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理论上上面应该有一张照片 那下面你就可以看到有一些说明 它就可以整合照片 你的解释 还有地理位置 你可以看到这上面的照片没有跑出来 那这个应该是就是邓老师调查的顺中山纪念馆的所在地 那他他都有拍照 然后有时候会加上说明 OK那这个大概就是选择性的这个栏位的概念 基本上就基本图层只有点 线面 可是借由这些这个选择性图层的 这个选择性栏位对不起 选择性栏位的这个增加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变成各式各样不同的应用和结合 那选择性栏位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他就是在必要栏位的怎么样 右边 到这里为止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的话 到这里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要刚才大家已经看过很多示范了 这个就是我这边说的怎么样 这个一点定江山 就是说这个G1绘图功能 就是说其实那个邓志松老师已经把它弄得非常的方便 所以只要程式好 程式装好 然后你把资料准备好 然后你就可以刨很多的图层 你只要一点 那你就可以看到他的选项就会跑出来 分类不分类 然后这个图长所在末路 这个就我刚才说的 你就要告诉 如果你是图说图层的话 你就要告诉这个程式码到哪里去照照片 那他就会去那个地方找 然后就 反正点一下 那东西就会出来 所以非常的方便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来点点看点点看 然后好 苏文老师有问题吗 就是你那个点他两个啊 然后我看到的影片 如果我不会做也没看 怎么去做呢 所以你减定加三再丢两个 然后解决 对 我们还没做 哦你们还没做 那个就是安装的一部分啊 那你说你安装好了 你骗我 你欺骗我的感情 我有按照顾过二次 没有按照顾 哦 圆恩 麻烦你帮陈老师看一下 我装不了 对 蛤 我装不了 什么 为什么装不了 因为2010 蛤 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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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要2010以上才可以 我2013就不好了 我一直在 蛤 我2013就不好了 我2013就不好了 所以 等一下等一下 这个问题很大条 所以 到底有谁装好的 汉祥 依贞 湘明 那个 小婷老师 你是有什么特殊的问题 他只是没有帮你加上去而已 所以你装好了吗 我没看到 好 自发 帮忙一下 好 如果大家装好了 我们等一下就是要怎么样 要来 这个 点点看 点点看 请问最后来的 你是 你是挺好 对不对 对 你有装好了吗 对 你有装好了吗 你也2010 学校有买20 什么版本都有 你为什么还是要用20107 跑不动吗 好啊 好 那个红人 那个红人呢 我知道那个中号可是跑不动的 什么叫跑不动 应该不会啊 他的需求 应该不会 必须要 必须要 那是两位 不是跑不动 都跑不动 啊 你现在说 你自己 自己 搜索 看 你怎么办 我也正前安装 Google 20 就和你直接把那个出锅是那个解除 然后再安装 OK 是不是这样 蛤 对 可是你现在有听他说 你只要装在一个部分的路径 所以你先把那个解除安装 这个要装在低潮水的吗 不用不用 这个你就照他组的路径 那个要装在低潮水的小时以上 可以 所以你有问题吗 没有 好 好 小玉老师 我应该在这里 在这里 你可以在这 你可以在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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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也是很不幸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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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他的一生 不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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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诚 杨诚 左派已经解决了 右派呢 一针可以吗 啊 你的可以 ok 镇定你的可以吗 是不真的 她是要死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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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的聚集的名字是还提供的 对对对对 这个就是微软的问题 他是假unicall 假unicall 这个我们在上开的时候讲过了 他是假unicall 好 那个寺院你可以跟志光做好了 好 如果很遗憾就是有很多的朋友就是程式太旧 或是安装的时候有问题 不过能够 理论上应该是就是你们回去 就升级你们的程式 然后依照那个安装说明 那应该是很容易的就可以完成 那如果序后还有问题的话 可以跟我们这个毛元亨同学 用那个team viewer 他可以帮你们装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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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现在可以使用的同学 那个淑芬老师ok了吗 ok了 好 那现在我们就要来玩一下 要快乐的来点点看 点点看 我们现在就很快的来点各式各样的图层 然后看他会跑出什么样的效果 好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我们也会很快的这个讲一下 就是说其中的一些选项 因为如果大家有上去看我的教学网站的这个网页的话 因为我们今天有其实有一些安排 那这些安排就是说我们希望就能够介绍大家 就在文史学科一些比较人文社会 人文社会学科比较会常用到的功能 小婷在 老师在这边说我们不能忽视她 小婷老师是做政治学的 小小琪 小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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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小琪老师 对不起 已经年过半百 所以什么事情都只剩下一半 小琪 小琪老师 好 那现在如果没有问题的朋友 请你打开地图计算范例一 那很抱歉 就是目前就是说因为邓老师在开发的时候 使用的是怎么样 环体中文的环境 不过她现在正在努力就是进行英文版 那这英文版应该在暑假过后 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进展 那时候如果要改成英文版的话 应该就至少在使用上 在一些图表的说明上或许还会有问题 可是在使用上应该是不会有问题 所以大家可以现在先看看 然后之后就可以自行使用 好 那大家都打开地图计算范例一了吗 好 那现在我们就看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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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第一张表 它这个 好 我们现在就看这个OK超商POI POI就是point的这个简写 所以请大家就是打开 就移到这张试算表 你们就可以看到它就是很简单的 它我们刚才的怎么样 麦当劳不是异曲同工 是一模一样 只是label的部分改成怎么样 OK便利店 然后就是它的店名 知行店 好 大家一到这张图表以后呢 就请点点看 一点通一点通 就点一下 你们安装的第一个图示 然后点一下 那个点图层的对话框 就会跑出来 那你们就可以看到它其实有很多的选项 要不要显示标题 这我们刚才已经做过了 其他的 你有没有这个选择性的栏位 然后它可以决定颗粒的大小 然后可以决定怎么样颗粒的颜色 这些你都可以自行 像决定的 那如果你不喜欢一般的点 那你就将它变成怎么样3D的圆柱图 那这个圆柱图的半径要大还是小 要晃大还是不晃大 Buffer 我们刚刚已经跑过了 那Buffer其实也是有很多的变数可以选择 那这个我们就不讲 我们就请大家点一个3D圆柱图 点了以后呢 就输入 输入以后没有问题呢 他就问你是不是要启动Google Earth 就yes 然后就欣赏一下它跑出来的图层 好 那这个就是台北市的OK超商 那大家可以看到怎么样 刚刚的这个孙文纪念馆的图层 我并没有把它取消 所以它也是出现在这里 这个照片有抓到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点我们刚才的这个孙文纪念馆的图层 它就怎么样 你就可以看到孙文 那如果你点其他OK的超商的资料 你看它就会把它的label 它有的说明 这显现出来 那现在就请大家看一下你们电脑上自己的OK超商 那你可以试着调整那些点的变数 然后看它显现的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那要注意如果你是重新的绘制同一张试算表 到Google Earth的时候通常它会问你要不要覆盖前面的图层 那你就点yes 就是说你点了以后其实就可以跑到 点了启动Google Earth以后就可以跳到Google Earth去看它有没有覆盖的问题 那现在就请大家玩一玩吧 把台北市的OK便利店的点 这个显现出来 有问题的话请举手 等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在这 那还不行啊 蛤 还不行 好 那个我们之后再 等一下下课的时候可以解决 怎么样可以 我们在运动 你不怕词 我不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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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他不怕词 踩一下 这就是其天在下面 你是怎么来的 每一个都不知道 你出去的问题 没有 miteinander 去一个真正的工作 然后去一个健康 自己的健康 自己的健康 然后再带火箭 然后再请 按一切 所以你在感觉 我觉得是 要 要 要引动它 它明明是第一场你怎么说在习 所以你引动它 原来大概就是要在习 好 是 到来 有点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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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想到大學了 你要不要這樣再繼續 小時候會是一件情況嗎 不是 蛤 怎麼樣 老師請說我倒沒有絕對 你沒有什麼 可是可是你還是可以看我 你沒有 好小心老師你有那樣的空嗎 有 你來突然 好 三點通三點通 我修正一下 好 這個沒有問題的話 就其實今天最主要的目的 大家都知道這個其實非常的簡便 所以大家 我們就很快速的帶過 就這幾個圖層 然後要進入到我們一些比較特別注重的功能 好那個 點完這個面以後 我們現在要來看線的情況 等一下我們大概會給大家時間去操作 所以我們這裡會進行的快一點 好那就請大家看到 這個不是地圖計算 把地圖計算關掉 不要錯錯 請大家 就在地圖計算換例 我們現在要 旁邊的派出所你可以看到POI也是怎麼樣 也是點 所以我們就不跑 我們看派出所旁邊的捷運線 派出所旁邊的捷運線 那你可以看 它的那個圖層的名稱就叫Nine 它是線圖層 然後它旁邊呢 就給它一個線的名稱 那這個是怎麼樣 台北市捷運線的名稱 那剛才小齊老師就問了一個問題 為什麼有名字沒有其他資訊可以嗎 這個魔鬼就藏在細節裡面 細節就藏在怎麼樣 某個試算表裡面 所以等一下再跟大家說 為什麼給它一個名稱它就可以畫得出來 不過我們現在這裡就怎麼樣 要進行的還是點點看 所以請大家 就是把位置調到捷運線 然後就調第一個機會圖 然後你可以看到 線圖層也是有一些選項 如果你點一般線它就直接畫 如果你這個線還要有buffer 那你可以和點圖層一樣 有一些變數可以設定 然後就按輸入第二點 就按輸入 那你可以看到它就開始把怎麼樣 這個線的資料完全調出來 從某張試算表裡面把它完全調出來 然後最後它問你 剛才輸入了buffer 反正不管 然後就叫它確定 它就開始計算 計算它的buffer 就是捷運線的buffer 然後第三點 它就問你要不要啟動 啟動完以後 你就可以看到它就畫出怎麼樣 捷運線有buffer 這buffer很醜 剛才點錯了 所以我們怎麼樣 這樣重新畫一張 那要注意喔 請大家看到有沒有注意到一個事情 本來我是使用這個捷運線的這一張簡單的圖表 9 可是因為我叫它計算buffer 它就自己怎麼樣 就計算了以後 又製造出一張新的試算表 所以這個大家要注意 這個第二張的試算表 其實是它剛剛才加的 然後這個是怎麼樣 這個是因為我們叫它計算buffer 所以我們就畫一張一般線圖 讓它不要加buffer 第二點 三點通 以後改成三點通 不是一點通 它就開始調動資料 第三點就是叫它啟動Google 20 然後大家就可以看到 我們把那個buffer的圖怎麼樣去掉 這個就是圖層的概念 你看看 因為我們剛才是怎麼樣 先做buffer 所以它就已經在上面了 可是我們可以把它關掉 我們也可以把怎麼樣 OK超商關掉 這就是圖層的概念 結果我們剛才做的東西 現在其實都累積在 我們暫時的Google 20的 這個叫做暫存位置 那我們其實可以 就是說你可以看到 你要開哪個圖層 關哪個圖層 那我們剛才做的是結印線 我們就只留住結印線的圖層 那這一次我們就是沒有讓它顯現buffer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這個結印線 那你就可以點 這個每一條線 你就可以看到額外的怎麼樣資訊 好那就請大家 這個做一下這個線圖層吧 有問題的話請舉手 給大家兩分鐘的時間 線一下線一下 三點通三點通 那我記得好嗎 我來爬備 我覺得你不怕 沒事沒事沒事 沒事沒事沒事 你說不容易 你不要緊 每天都不立即作為最大的缺點 罟人會要把你畫 必須要在這一個程式 必須要再做得更好的 遺憾不不一樣 你為什麼出入地名 你加他們就是打一圈 你其實他反過來就有一點 如果我問主他在這邊說 我這一端當然是 事前法論裏見過 面也是一樣的 所以他不是有自動幫你畫 好這個因為大家的圖沒有我的圖漂亮 所以我們現在先插播一下插播一下 就是我們要講一下這個Google Earth的這個欄位的組成 大家看一下Google Earth它的介面基本上就右邊是地圖 那左邊有三個欄位請大家看一下 第一個欄位是怎麼樣搜尋 搜尋已經怎麼樣被我搜起來了 我們現在就先把這三個功能 它這一定要開放一個 基本上旁邊有三大功能 它把這三大功能區隔開來 第一個叫搜尋 搜尋的功能很類似怎麼樣 我們在Google Maps 就是Google的地圖上面所使用的 你可以搜尋一個地點你可以做什麼 基本上就是一個搜尋 那這個搜尋大家應該不要熟沒有問題 那搜尋這個還是要講就講透淬一點 我們現在先講一下Google Earth的介面 我們比如說搜尋這面 搜… 所以現在大家都知道了 好我們搜尋新竹市 要要要搶答要請大家搶答 现在显现出来的 我们这个搜寻结果 我们先把其他的结果都弄掉 其他的图层都弄掉 我们现在搜寻到的图层 是什么样的图层 是哪一种基本图层 太小了是不是 晃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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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会说OK很好 这是点图层 所以这是要注意的 我们其实搜寻新竹市的时候 它是用一个点来代表新竹市 那这其实是一个点图层 那当然你可以搜寻怎么样 从新竹市到哪里 就像我刚才那样的 它就会变成一个什么样 轨迹图层 或是我们就称它为什么样 现图层 那第二个就是位置 那Google Earths呢 对位置就有两个 就有两个大的资料夹 位置下面这边呢 就很类似于 我们在档案总管的资料夹 那最大的资料夹 其实只有两个 一个叫怎么样 我的位置 那我的位置就是 如果你有登录账号的话 或是你可以怎么样的话 那你就可以在这边 累积你的图层 你可以把你做好的图层 都存在我的位置 比如说我刚才显现的 这个战国 我收集到了战国公元前的 这个 诸侯国的 这个面图层 那你可以看到 你随时都可以点它 那点它以后 你就可以有其他很多的应用啊 你可以 这个图层怎么看起来这么丑 内容 大概我透明度还是怎么样 色彩 你就可以看到 等一下我们会讲的啊 你其实对于这些图层 你可以有一些 层线上的控制啊 让它看起来更美观啊 那这因为我下缺期的直学民族要讲的 所以啊 你就可以收集各式各样的图层啊 那基本上如果你登录了你的Google账户了以后啊 他就会把我的位置和你的Google账户连接在一起啊 那你就可以在啊利用你的Google账户怎么样 累积啊 你做好的图层啊 国道1号 刚刚啊 累积的应该是这个轨迹啊 哎怎么没有跑出来啊 没有没有点啊 所以他没有跑出来 你一点你看那就跑出来啊 好 这样OK吗 对我的位置的概念OK吗 理论上他就是连接到你的Google账户啊 啊所以你在Google账户上面所做的所有的东西 都可以存到怎么样我的位置 怎么样进行呢 啊那 其实啊 比如说我们刚才做的麦当劳啊 我们现在把这个麦当劳啊 点出来啊 啊我们刚才啊 这个大概啊那个控制啊 有点问题啊 啊那你看你可以直接把这个麦当劳怎么样就拉到我的位置 然后放开 然后这个麦当劳就变成是我的位置中的一个图层 啊那你不需要他的时候你就把他这个前面不要选择他就好了 OK 啊所以你就可以想看这个我的那个Google 20就变成这么样的方便啊 啊基本上啊你做的图他就可以累积在啊你的啊个人账户里面啊 啊所以这个我的位置基本上就说哦他已经是储存的 资讯啊那暂存位置就是说他是暂时 还没有被储存 他只是暂时用来你可以用他来显现在怎么样啊 啊Google 20上面啊 所以这个就是两个大的资料夹那两个大的资料夹里面呢 可以有各式各样的小的资料夹啊那你可以一直点开点开 点开到最底层啊那就会就会是这个点线面的啊基本资料啊 所以这个就是啊这样的概念啊 好这个没有问题的话这个就第二栏的位置啊那最下面的图层呢 那就是啊Google 20的啊基本上就是他啊内设的图层啊那我刚才为什么突然要讲这个 因为有很多朋友啊都把这个都点开了你的画面就变得非常的复杂 就是你基本上把他预设里面的啊这些地理资讯都点开了啊你看到他就变得非常的复杂啊那平常在用的时候如果你不需要你去啊就可以把这些主要资料库最上面的那个怎么样点掉了呢 点掉了点掉以后啊他就会像我们刚才啊看到的那样子他的画面啊就不会那么复杂啊 好OK啊这是关于啊Google 20啊就是他这个界面的介绍啊有没有问题 好所以大家可以先把这个主要资料库的这些资讯啊点掉啊他就会显现出一个比较纯啊地形地物的啊这个啊这个状况啊 好位置 好刚才我们介绍的是线涂层啊然后我们现在呢啊要介绍这个面涂层啊那你就知道啊这个基本概念啊是这样这个跑出来干嘛 嗯好面涂层呢它的代号叫pallica啊就是多边形的意思啊可是在啊地理资讯系统啊他们都用多边形啊因为这个概念就是说一个面积它其实是很多线段围绕起来的啊所以他叫它多边形啊啊我们来找比如说这个多边形啊啊在这边的例子就怎么样啊 啊沉水扁和连站的啊这个在啊不同地区的啊这个得票数啊 好啊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palli啊它其实怎么样啊它的机啊这个啊基本的啊这个啊必要栏位其实就是palli的序号和怎么样和place 啊就是和一个面啊面涂层的名称啊那如果我们只选前面两栏啊我们就叫它跑啊昏尘色色图啊第三点叫它启动google earth啊啊我们就可以看到怎么样啊啊他就把台北的啊这个台湾的这个县市啊就画出来啊他昏尘色色图怎么这么丑啊 哎啊这个这个大小是可以拉的啊这个昏尘色色图好可以换好所以我们刚才怎么样啊只化了啊这个啊面啊这个 面的资料 我们现在可以 比如说加上陈水扁的资料去绘图 然后我们还是可以画怎么样 分成色色图 这个就是 简单来讲 回去大家怎么样 就要动手这个点点看 动手点点看的意思就是 一方面要点 然后呢 一方面要看 我们又重新绘制同一张四算表 所以他会问我们说 要不要盖过去 你就看到因为陈水扁 有一个得票率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画出来的分成色色图就不一样 它就会有颜色上的改变 你点一个地区 他就会跟你说陈水扁的在这个地区的得票率是多少 那你就大概点一下 大概就可以知道 这个颜色和他的得票率之间的关系 你可以看到白色就是得票率很低 那延伸越深 表示得票率是比较高的 那再回到这张表 我们看到 明明是陈水扁和连栈的选栈 所以如果你要同时显现两个的话 你就怎么样 就写变数比较 你就可以把那两个数字 同时显现在同一个区域里面 一点 这是两点通 他就开始计算 因为这个有时候就是这样 涂层累积太多 它就越跑越慢 因为电脑要cover的资料就越来越多 所以等一下我们会让大家看 如果你已经不需要的涂层 你可以就把它移除掉 我们就先来做好 那还在跑的时候 还跑出来 还没 还在跑 不知道为什么 这么慢 在Google 20上面呢 我们不需要的涂层 我们就怎么样 把罚组移到那边 然后点右键 点右键 那你就可以看到 它这边有删除 那你就可以把它删除 就是说它 那我们刚才讲的 暂除位置上面的资料是怎么样 是暂存的 我们有需要 我们在直接从Excel 那边绘图 就可以 这应该是做好了 做好了 地图计算 做好了 我们就教它 重新在Google 20上面绘图 它又开始在计算 那我们可以看到 它已经计算完了 这是我们最新的图层 3D 你就可以看到 它现在呈现的方式是怎么样 如果你看的话 就是在每个地区 它有两个图示 一个是连栈的得票率 一个是怎么样 橙水扁的得票率 那你等于是 这个就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图示 你嫌太小 你都可以 就在指定它 把它变成矿道 不过基本上的概念就是这样 我们在每个地区 比如说这个台东线 我们就可以看到台东线1 就临栈的得票率 台东线1 这也是1 橙水扁的得票率 这个大概是因为我们 重叠了两个非常类似的图层 把这个删掉 OK 好 算错了 刚才的那个底图算掉了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现在就没有那个边界图 那现在就把时间交还给大家 请大家跑一下这个面图层 我们大概给大家这个两分钟的时间 就在现式 PALY的这个部分 那大家可以注意到的 就是说有些四算表 你跑的时候 它就会产生新的表 那个去计算一些东西 是 可以了 很好 你也可以的 对不对 这个很奇怪 就是刚才 红刃和湘民遇到的状况就是 他们刚开始可以 然后跑一两次就遇到就说你的Google 二十安装不正确 然后你们又你们是骂他吗 他怎么又变成推 就是他们不知道做了什么 红刃你有做什么吗 就是把专业版改成一般版就可以了 就是把专业版改成一般版就可以了 就是重新安装 你就重新安装 那你等一下可能又会有问题 好 那就请大家刨一下面 刨完面呢 我们点线面怎么样 就都完成 怎么样 这个答案你有什么问题 好 你要开始在你的脑袋想象 就是说你的客家语言的分布 要怎么样会 先又要开始想象 就是说 这个青梦迷出的概念 是怎么样的创过 互相影响 OK 你的轨迹 这等于我们与的有一个货带 也不断 不同的叫做 我也觉得 你他没觉得 有一个按钮 你他们也有一个好有的 你你这个想象 有些事 不同的 你这样想象 你宜爱是什么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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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的打探在哪里 然后我们要听到 这个应该是下一个生日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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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感觉 啊 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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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點得很愉快 我們可以繼續接下去了嗎 然後我們就要結束我們的第一個部分 讓大家去喝口水 方便一下 OK了嗎 OK了嗎 不OK的請舉手 沒有人舉手 請大家照過來照過來照過來 好我們現在要趕快的進行 就是我們已經介紹了基本的點線面 然後我們接下來就是要介紹一些點線面的變形 那這些變形其實蠻好玩的 那我們就先做一個概念的解說 然後大家回去就怎麼樣 可以自己去點點看 那我們剛才那個點的示範 就是利用OK超商 然後它其實後面怎麼樣有個派出所 那這個派出所也是一樣 就是你就知道用GIS的應用 就是說以後就是你可以把怎麼樣 這個換最率最高的地理分布 PO上去 然後就和派出所的設置的位置做一個對照 然後就可以了解一下 就是哪裡需要加強 設置派出所或是什麼 好那第一個變形 叫做圖縮 那圖縮我們剛剛已經給大家看過了 其實它就是把很多其他不同的資料匯聚在一個點上面 那你可以匯聚照片 你可以加起氣時間 你可以加說明 那在我們的那個示範圖例裡面有一個叫做世界的地圖 那世界的地圖 大概它就是把各國的國旗做成照片 所以你就點進去就可以看到那個國家的國旗 然後有茉莉花革命的圖縮的示範 然後我們剛才點的那個孫中山紀念館的示範 然後在另外一個檔案 在另外一個我們提供給大家的 繪圖範例文史的檔案裡面 它有一個日治時期古蹟的資料 那這個也是一個圖縮檔 結果你點進去 你就可以知道 就說日治時期有哪些古蹟 在台北市日治時期有哪些古蹟 然後這些古蹟 現在看起來是什麼樣子 有沒有以前的照片 大家知道現在Google 這種事情 說起來也積極 不太積極的起來 結果他們其實在努力的蒐集 歷史照片 所以這裡面已經有軟體照出來 歷史照片的意思 比如說我現在開了 這個人社院 C3104的那個門進來 那我就可以利用我的手機 對準同一個方位 然後把歷史照片叫出來 然後就可以比較 就是說這個桌子有沒有被換過 然後10年前 這組桌子長的什麼樣子 所以就是說 基本上就可以把 一些歷史資料怎麼樣 同樣的圖像化 那這圖像化 可以藉由怎麼樣 照片的堆讀 如果你們Google的話就已經找到就有這樣的軟體 就旅遊軟體 你去羅馬古城的時候 你可以站在一個十字路口 然後就對準 那個方位調整以後 然後你就 秀出 這個以前的照片 還可以把那個照片調成怎麼樣半透明 就可以和現在的實際的接近 就對應起來 類似這樣的概念 好這個是圖縮 這個其實是一個點圖層的變形 可是 既然 既然就說 這個鄧老師已經把它設計成圖縮 所以你就知道 它 前面規定的那個圖層的名稱就會改變 那圖縮是 PIC 再來是符號 符號也是圖縮 可是它是把點的顯示 改為是符號 那這個是在 匯圖範立的茉莉花 ICON 那它的代號就是 ICO 那還有標題 那標題 其實也是點圖層 只是它把那個點變成是怎麼樣 變成是 文字敘述 就在那個點 應該出現的地方 其實是 一段 文字敘述 比如說OK便利商店的話 等於是它就只 那在點的那個地方 它不是顯現一個 點 而是顯現 那個OK便利商店的名稱 就 是這樣的 就把它 變成敘述 好 這關於點圖層的變形有沒有什麼問題 這個因為 多附在 那個 Excel的 那個繪圖換利益裡面 所以大家回去 就照我的 這個 網頁上的 這個 資料 那就可以找到那個東西 那你們就可以 進行 點點看 點了以後呢 一方面看圖 一方面要回到那個 試算表 看它的格式 那如果 你了解那個格式 你就可以 自己去製作 自己的試算表 然後 然後 就利用 這個 Excel to earth 讓它在Google earth上面 顯現 好 那這些 我們現在就 不示範 等一下 我們大概休息 15分鐘 大家 可以放鬆一下 有興趣的人 可以自己再點點看 好 然後第二個呢 是線塗層的變形 這個要製造高潮 所以讓你們以為要下課了 其實還沒有 剛才我們示範的是 是捷運線 那這個 線塗層的變形 就有很多好聞的地方 比如說它可以加 這個時間 和地點 鄧老師叫它做實地塗層 那就起氣地點加起氣時間 然後中間經過哪些路徑 所以它基本上就是一個線塗層 大家可以看到 就在Excel表格 試算表上面的 一個說明 就是 那個 孫中山 回到中國的那個路線圖 那你就可以 在地 這個 在地球上面滾動看看 然後它 途經哪些點 然後那些點 你一點進去 就有 這個照片 和說明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它就變得一個 很有趣的 就是說把 一些歷史事件 帶回到一個 視覺化的過程 然後它 可以有一個怎麼樣 時間線走 因為你如果有時間這個選項的話 在Google Earth上面 就會有個時間線走 我們把這個 因為我們還沒有 做過這個時間 我們把這個叫出來 示範一下 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 好這個就 我們要緩國 這個孫中山 回到中國的路線圖 一點 不分類 兩點 然後三點 三點通 三點通 點了以後你看 怎麼樣 這個就是怎麼樣 孫中山 回到 那你們就知道 你們就可以在怎麼樣 Google Earth上面滾滾看 滾滾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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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蹤它 追蹤了以後呢 有點的地方 你們就可以點一下 點一下 然後它在巴黎 去了哪裡呢 你可以看到 訪問 它在巴黎 訪問華國議員 那他在倫敦做什麼呢 他在倫敦 會 會晤 吳敬恆 和馬里 約 銀行團 停止 清廷借款 所以他就是在 回到中國 去的時候 其實周遊列國 也有他的政治目的 那基本上 就是 為了他回到中國 做準備 那他在紐約做什麼呢 你就可以看到 我看一下 這個都沒有圖片 這個其實是有圖片的 那大概就會連接不到 那個鄧老師的 這個線上的 雲端的資料夾 不然的話 他都會有圖片 我記得有一個地點是 那個鄧老師有撿 就是那時候的報紙 就是孫文刀的當地去做什麼 當地的報紙 有看出來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 對文史學者來講 就是一個很方便的 你可以把時間空間 還有資料 圖像的資料 文字說明 都結合在一起 然後 上面就是我們剛才說的時間軸 你可以看到 那你可以怎麼樣 把那個時間的 間隔 都設定好 然後叫他怎麼樣 自動撥放 那怎麼沒有撥放出來 喔有有有有 你可以看到他慢慢的在跑 就是 那個撥放的快慢 你可以自己控控制 然後到最後 到最後 應該還在跑 最後回到 回到 喔 因為 我們把北邊弄走了 把北邊調回來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他是怎麼樣回到中國 這樣OK嗎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這個 非常好聞 而且就是說 比較生動 那個線怎麼畫出來的 那個線怎麼畫出來的 那個線就是 你給他一個點 我們來看 原始資料表 這原始資料表你就可以看到 其實是怎麼樣 那線怎麼畫出來 他就給他一個 起的地名 還有氣的地名 所以他就有兩個點 然後呢 起的時間 氣的時間 所以他就會利用這樣的組合 去把這兩個點 連成一條線 然後第1筆資料跑完跑 第2筆資料 第1筆從 奧格登到丹火 第2筆從丹火到丹火 表示他在丹火 這個停留了多久 那可能是因為要配合這個武昌起義的時間 所以特別把它做成一條資料 因為第 第4條資料也是丹火到丹火 這個丹火報紙報導 這個武昌起義還是什麼 所以這個就基本上 對文史學科的同學的朋友來講應該不陌生 這你就根據你的需要 然後就主要的 這就是我剛才說的 就是你們點點看以後 除了看Google 20 要看他的怎麼樣 資料結構 資料結構 懂得這個資料結構以後 你就知道要怎麼樣設計 你的這個 試算表 為什麼 當火到當火要兩個 因為他相應到不同事件的事件 OK 所以 有了以後你看 你們就 這樣就可以在地球上滾動歷史 很好玩 然後呢 就可以放大 如果你因為有滑鼠的話 就會更好玩 叫他深入 然後還可以怎麼樣 你還可以 現在去看當地的街景 不是很棒嗎 啊 就Google 20的街景 就像Google map一樣 就可以 看看 古今的 失敗 那個線也可以自己畫 等一下我們會教 等一下我們會教 我們當然知道就說 兩點之間的直線絕對不可能是怎麼樣 孫中山實際走的 走的方式 因為沒有 沒有路 長得是那個樣子 灰機也不 灰機也不那樣灰 坐船 對不起 可是在陸地上不能坐船 所以那個繪圖幻力裡面有一個文史書式的年譜 那這個大家要知道剛才那個東西其實就可以變成是一個年譜 很好的展示 轉線器 然後繪圖幻力裡面還有一個就是鄧老師花了好幾年的時間 所收集的孫中山的資料 就全球性的 這個孫中山的資料 然後把它做成一個視算表 那就是 你可以設定兩個點 然後中間可以有一些配置的點 就要途經哪些 那就是這些途經的點 好這是怎麼樣 線的 線 塗層的第一種變形 那第二種變形 就是軌跡變形 就連續的起氣地點 加上時間高度 好為了示範這個我錄了好幾個 那這個我們現在怎麼樣非常的方便 你不管是用iPad還是用你的智慧型手機 如果你是用Android的 你就下載 這個Google的我的足跡 那是一個軟體 那當那個軟體打開的時候你的GPS 手機的GPS也打開的話 他就會記載怎麼樣 你的這一支手機現在經過哪些地方 我看一下 那這個基本上也是一個怎麼樣 找不到找不到 應該是有一個在這 還是放在那個 我知道了 我把它放在那個 紀錄了以後他會跑到哪裡呢 有嗎 沒有 忘記了等一下下課再來找 不過我們可以先講一下 紀錄了以後他會跑到 就是說如果你裝了那個軟體的話 他就會在你的 Google account的 他的預設的資料夾是在你Google account的 你的Google的銀端硬碟的怎麼樣 我的足跡 他就會 其實現在也可以下載 他就是Google資料夾大家可以看到 荒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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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足跡 哈囉 我的足跡裡面敲進去 你就可以看到你記錄的那個 那個檔案 KMD 好大家來看一下我613要去哪裡好 下載一下 很快就下載好了 下載好以後呢 就敲開 你看他就把那個圖神讀進來 從清大回我家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看到 你就同樣的可以 這個 間隔 大家太小了 這個間隔 就是說他這邊 基本上可以設定間隔 你可以看到 左上角 他有個起點 有個終點 那個像螺絲 嗨 那你就可以 因為足跡是有怎麼樣 是有時間的 反手 蛤 反手 這個是怎麼 弄錯了 嗨嗨嗨嗨 好這足跡是在這裡 看一下怎麼不見 發生什麼事 我把孫中山關掉 OK 對對對 太多時間限 限走了 因為剛才我想說奇怪我怎麼和孫中山一樣大 一樣老 好這 射了以後 我這個老是射不好 因為他這個其實是可以分開的 基本上你就可以看到 你就可以看到你的足跡就這樣 那你可以拉這時間限軸 他就會說 你在什麼時間是在哪裡 到了哪裡 OK 這個就足跡 等一下我們會教大家怎麼做 這個其實蠻 如果你做便宜調查 的話 這個就是一個非常有用的 這個工具 好那這個其實是線塗層的 變形 我們 等一下我們可以看一下 好我們 好 等一下再 再做這個 現在要趕快 再講 下面的變形 好 那 再來一個 是網絡 這個也蠻好玩的 這個其實 這個也是 線軌跡的變形 就是他可以做地理網絡的分析 那所謂地理網絡的分析 就是說 比如說今天在台北市裡面 7點到9點之間 捷運的交通情況是怎麼樣 哪些地方的人口會流出 哪些地方的人口會流入 那就利用這樣 就是他就會形成一個地理網絡關係 我們就可以 知道 就是說台北市 捷運交通的情況是怎麼樣 這個我們也可以跑一下 因為這個 變形也是比較複雜的變形 這裡就叫 這個 通勤通學 那基本上你可以看到 他有一個怎麼樣 beginning place 然後他有一個 end place 那beginning place ending place 就是 replace 然後他有個flow flow就是他人口 所以你就知道 從這裡開始 到這裡結束 意思就是說 這個交通流量是從 台中市的北屯區 進入到怎麼樣 台中市的北 北區 然後他的數量 我們先不管單位 他的可能是人次啊 或是什麼 我們先不管 他的數量就是5638 然後你看 我們就叫他繪圖 那你可以看到前面三筆 其實台中市台中縣 後面大概都是台 台北市 然後你看他就會這樣繪圖 繪圖以後你就可以看到 這個 他有一些 相對的流量 因為有台中市的 有 怎麼沒有跑出來 先把這個關掉 他都沒有跑出來 有有 點了以後他就跑出來 你就可以看到他在台北市的一些流量 還有一些地點 那他可以有不同的 你可以叫他做不同的呈現 所謂不同的呈現 我們大概把flow 這個是總流量 這個叫flow total 總流量的意思就是不管他是流進流出 我們就把流進和流出加在一起 會成的圖就是這樣 那如果你要觀察 把人口 從哪裡流出去 那這個就是流出去了 那你們一定 很容易發現一個問題說 我 還是看不清楚他從哪裡流到哪裡 因為怎麼樣 因為他的線沒有箭頭 沒有方向性 所以這個是 鄧老師正在改善的 可是目前還沒有 然後你把這個流出的地方關起來 那這是流入的 那雖然不能看出他的方向 不過大致可以看出 他的情況 那基本上這個就是 怎麼樣 流入的大的點 所以在台北市裡面每天早上 最多人口擠進去的是這個地方 你一點你可以看到是中山區 那中山區的人是從哪裡流進去的呢 你可以看到他就顯現出來 然後這邊呢是中正區 然後 大安區 然後 送山區 這個四個大的點 就是 人口流入 最大的點 流出呢 我們把流入 關起來 那把流出 那流出的大 最多人 流出 也就最多人離開 自己住的地方 去上班的地方 那就是台北縣的中和市 台北縣的板橋市 那你就可以從點的大小 看出來就說 數量有多 那這個你看 就形成了怎麼樣 這個網絡 是地理 網絡關係 那上過我的課的就知道 這個我們有社會關係網絡 那如果我們畫社會關係網絡的話 我們加上人民的地點 那就可以畫出這樣的 地理 有地理資訊的社會關係網絡 好吧 雖然 我很想把 那個介紹告一段 不過我累了 所以我們就先休息15分鐘 休息到那個 11點半 然後我們再回來進行一些重要的始作 就是說我們怎麼樣畫出自己的點線面圖啊 那 到底為什麼一個地銀就能變成一張圖啊 就有一些 還是要跟大家稍微的介紹一下 好那我們就休息到11點半 這個應該沒有 沒有開也可以跟燈 以前都不知怕這個 好啊 好那個 下課的時候 休息的時候 有問題還是可以 請我們的助教 就 過去吧 所以你是怎麼樣取消 專業吧 就解除安裝 然後帶安裝 Google 好 你上次跑在一旁就可以 OK 是 是 好 好 是 好 好 你留那個 泰晨在就可以了 泰晨在 不換 對 好 你搬過去 你搬過去 監訓監訓 不要讓他玩手機 監訓監訓 游泰晨在 浪 就要下等 哎呀 天啊 天啊 還嬌高了喔 算 算 你不太會 賺 不太會 你不太會 有 你不太會 趁 你不太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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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個帳號還是只能 只能locking一台電腦 是投影機的遙控 投影機的遙控怎麼樣 誒我還沒試過 OK,no problem 如果我們做年譜 我們做年譜 因為年譜用的都是以前的地名 可以在那邊寫出來 當你刷以前的地名的時候你要想到什麼 點X跟Y 還有呢 什麼東西上面會有古代地名的X跟Y 老師,你問什麼東西上面有X 當你有問題的時候你要怎麼問 有什麼問題 你剛剛不是有問題 我知道啊 你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問我正前要問誰 問整體 問整體 選問題 問問那個 為什麼要空的 蛤? 什麼? 遙控啊 遙控要幹嘛 要關掉 對 休息一下 對啊對 誰呢 我不知道 就是男生的同學 就是男生的同學 是女生的東京 怎麼沒有很好 是女生的長期 是女生的小嬰兒 女生 榮我 我沒有想過 是女生的老闆 還是女生的老闆 是女生的小嬰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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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